老婆 我应酬完就回去 你也在二回休息 好嘞 不好意思 耽误您时间了 你破产了 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说啊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 你现在是有孩子的人 做生意要稳扎稳打 不要整天想着做那些发财梦 我还不是为了我们能够更好的生活吗 那现在好了 我们连生存都过难了 是不是所有夫妻都只能同甘 不能共苦啊 你这要去哪啊 我带孩子回当娘家 你这段时间好好在家休息 别坐在家了 胡老师 你这倒是有个当爸爸的样子 就是再不倒死下 小心妈妈被人抢走了 说什么呢你 这么脏的衣服直接放洗衣机行吗 我觉得小孩那衣服每次都会做好 怎么 想再去前缘呢 人家现在哪能看上我啊 说起本是通灵灵 当然您的我这个是非嘛 吃代价吗 您好 喂 号零零四八是吧 我朋友去洗手间了 你先启动 好 师傅 出发吧 你送我地区的我很喜欢 没有了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还记得我喜欢梁子 我们 我很爱我的老公 也很遵信我们之间的感情 看得出来 不然也不会心甘情地跟他吃火 我们的困难 只是一阵子 不是一辈子 所以 才找你这个大老板帮忙的 希望能认真考虑一下合作的事 我老公 真的很有学历 也很有力 这么久没见了 怎么突然想要来找我了 我这次回来 是想找你帮忙的 人家现在哪能看上我 我现在 也不求大福大贵 就想跟君彦平平安安地过日子 他娶了你 是他有福气 对了 你知不知道 有哪家店比较靠谱 我想把我那些首饰都卖了 行吧 我相信你看人的眼光 这事包在我身上 谢谢 你家坐哪 先送你 不用 我和我老公先送你回去 我们再回 你怎么知道开车的是我 听喘气声 就知道是你啊 帮我拉投资 怎么不提前跟我说啊 公司倒闭 你也没提前跟我讲啊 我不想让你帮我担心啊 结婚誓言你忘了 无论贫穷或者富贵 我们都要一起承担 你下次再这样 我可没有那么好的脾气了 以后都不会了 我把首饰都卖了 还有嫁妆的钱 都在这里了 以后 记得加倍还我啊 我一定会加倍努力 永远爱你的 欢迎加入水卫视 哼 一个生了孩子的女人而已 正不知道又是在哪 正不知道又是在哪